咳咳 我們再來選職業吧 我來先看有什麼職業 獵人德魯伊牧師 讓我辦個投票 得魯伊牧師 好 選職業喔 選職業 我試一票 嗯哼 牧師兩票 牧師兩票獵人一票 我想想看喔 咳咳 我們稍微等久一點好 等到 等到我這裡37分好了 其實看這邊的時鐘就知道 這裡已經36了 等到38好了 多等一下 牧師三票 感覺 感覺就要打牧師了 喔 我點走了 嗯哼 其實四票已經 不錯了吧 現在12個人在看 三分之一 是我的投票基準點 不過 當然越多人投票 越好 還是想辦法催票一下 選競技場職業 欸 沒有人理我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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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結果 台大杯的獎品裡面 好像是 抱枕最值錢 抱枕好像值1400吧 雖然也沒有要賣牠的意思 呵呵呵 花束大概才600 那抱枕上面還有 Bleezer的商標 呵呵呵 好啊 三十七 說等到三十八 稍微再等一下 哇 沒有人要投票啊 投票啊 要選 職業 三十八咧 啊 牧師吧 哼哼 就有決定是你啦 牧師 哼哼 牧師 蒼藍龍或是日行者 在Trump的清單裡面 蒼藍龍是比 蒼藍龍是敵 哼 在Trump的中立卡 這應該是什麼 傳說還是 金啊 應該是傳說吧 不是傳說應該是史詩吧 是嗎 蒼藍龍的優先序是最高啊 目前又第一張牌 所以其實參考 Trump的優先序是蠻不錯 蒼藍龍優先序那麼高 是因為牠 牠的這個 抽牌效果還有法傷的關係 黑暗教徒 是一個很強的三費生物 而且同時也有點討人厭 因為牠的效果 著地不錯 因為我是牧師 所以需要一點血量很多的人 這是阿曼尼其實 我現在覺得阿曼尼 算是一個蠻中規中矩的兩費生物 雖然有時候牠的 二三的這個體質 會讓牠很痛苦 不是啊 讓我很痛苦 牠不會很痛苦 神之星星是AOE 所以一定要選 夜刃刺客 痾 這應該還是選夜刃刺客 基本上 因為牠血比較多 雖然牠的戰吼 可能沒什麼作用 這我其實更喜歡神聖精神 用幾隻神聖精神其實都不錯 因為神聖精神可以讓血量突然加倍 然後只兩費 雖然用一張牌 所以如果有一些大怪的話 神聖精神會很好用 這應該要選暗影狂爛 因為 暗影狂亂 什麼有點微妙 股票欸 又催出一張票來 所以牧師80% 給牠看一下最後的結果好了 牧師80% 暗影狂亂打快攻很好用 而且暗影狂亂其實有一些 很奇妙的combo 比如說你控制到一隻 有死生的 有好的死生的三費 不是 攻擊三點以下的 手下 那牠的死生 你如果在牠那回合 把牠控過來 然後牠馬上可以攻擊 然後 把牠搞死的話 那牠的死生會 出現在你的場上 比如說嘟嘟怪怪的 或者是 麥田 還有什麼好死生 或者是 對面的黑暗教徒 暗影狂亂 這裡 其實 可能會需要兩點生物 可是剃刀沼澤獵人其實打 打一些 對面快攻 對面如果是快攻的話 剃刀沼澤獵人抗令牠性能夠 因為牠會突然叫兩隻生物出來 雖然打法師算是小虧 可是如果第三虧會叫出來的話 也還好 因為 如果是法師的話 對面就要 鬼怪如行者 沒有 只有著地如行者 因為剛剛沒有鬼怪可以選 恩 對啊 所以我比較想選剃刀沼澤獵人 因為二三其實沒有那麼吸引人 可是 在此同時 最近快攻勝多 快攻那麼多 二三其實也有點吸引人 而且 血樣多一點 對牧師來說不錯 先選 先選淡水二好了 恩 這裡我還是 選蒼藍龍嗎 抽牌最高 恩 再選一張蒼藍龍阿 麥田OP 恩 思想切舉是抽牌 剩下那兩張還好 這張如果被 被那個 沉沒就 爆炸了 可是他可以跟 神聖精神搭配 變成一個死死 非常不可思議 然後 這應該選血色 而且 聖光自治其實有一點很有趣 就是你給他加攻擊也沒有用 如果他沒有被沉沒的話 就他攻擊一 就是他原先是五五嘛 然後你又給他上黑鐵 他還是五五 滿有趣的 痾 這也是石拳巨魔或是鬼怪如行者 其實我覺得 對鬼怪如行者有一定的尊重 問題是我現在 一張六費以上的怪都沒有 所以我可能要選石拳 因為牧師如果沒有後期的話 就 什麼都沒有了 這應該是蒼籃龍第三張 這樣我看我有點後悔 這有軟泥或是風險投資傭兵 有鑑魚我的五費已經這麼多了 而且還有一張六費 所以我應該選一個 很好的體質的兩點生物 然後又有一個很好的戰吼 軟泥 雖然不一定用得到他的戰吼 這裡我會想選卡巴 因為 這是333俱樂部的憨兒 然後 心理遊戲如果 複製到一張廢牌就會爆炸 也不是至於會爆炸 就是你要有優勢 然後出現遊戲 之後可能會變平局 或者是變成你有一劣勢 這裡應該要出 應該要選卡巴暗影 因為控制一張兩點以下 手下的時候很強 嗯 可能選雷毛吧 現在其實前面兩點的怪不夠多 不過還有12張可以選 11張 選雷毛吧 5點5點5點太多了 這好歹也是個AOE啊 而且這兩張不大能選 可以選正二體 第二張思想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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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下去的話 是因為我想要有 嗯 超過7層 我才會選第二張思想竊取 然後我如果只想要大概7層的話 就會選賣田 因為基本上賣田比較穩定 嗯 管他我還是選第二張思想竊取 第三張思想竊取 不了謝謝 這裡應該選一張痛 因為我前期現在不夠 呃 我不想再選第二張神聖精神 因為如果抽到兩張會太卡手 可能選精靈 弓箭手 因為有時候缺一點傷害 其實剛剛上一場 你可以看到精靈弓箭手 其實還不錯 嗯 呃 我可以選心靈之火 拿來打一些 奇妙的combo 或者是拿來當做 解一些快攻憨兒 就比如說他用一個高攻低血的手下 你可以用心靈之火放他的手下 把他當做一個千攻用 或是我有一些高血的手下 狗頭人問題是 我現在法傷其實只有一張 就是 神聖精神 這狗頭人無論如何 也是一個量費生物 現在需要量費生物 一二三四四 四個量費生物 五個量費以下的 嘖 這個 這裡 喔四點生物其實也嚴重不足 可能選一張教派吧 選教派好了 真言樹 或是狼奇 呃 我覺得其實需要狼奇 因為我的蒼籃龍有三張 所以抽牌其實還蠻夠的 這裡選一張沉默啦 第二個神聖心意是AOE 所以必選 呃 這裡因為我缺四費的生物 所以我應該選 奧奇奈 哇 這其實 價值還不錯 我是沒有嘲諷 我嘲諷其實 只有 有這個跟這個 都在五費 所以這裡選日怒 算是不錯 所以我選擇 因為他前期至少是個二三生物 後期可以用嘲諷的功能 這副有一張沉默欸 其實 還蠻不錯的 因為沉默其實還蠻重要 而且這副除了這張沉默之外 好像沒有其他沉默手 可以沉默的東西 我除了群體狙魔之外 群體狙魔不大難選 因為有時候你並不是想要沉默他每個手下 選了一張痛 所以 所以 所以如果遇到死亡領主的話 可以 大賺特賺 對 因為薩滿 我可以考慮第二回合用錢幣出黑暗教徒 這樣還不錯 應該是第二回合 然後第三回合 然後應該用錢幣出一個 無費的生物 因為無費的生物超多 所以幾乎 在路途上應該就會抽到 OK 所以現在我有點後悔 沒有 沒有留那個射箭的憨兒 我應該 搞不好應該用這個 應該用錢幣出這隻 哇他超喜歡抽牌的 所以這樣就給他賺一張牌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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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用錢幣出超然龍 是蠻強的 可是如果用錢幣出卡八 不是更好 他這樣解 所以他用 大概也是用 一兩張牌 再來借我這一張 所以他會變成一個二一 我可以痛他其實 痛他其實不錯 然後我下一輪可以卡八這一隻 或是卡八他的圖騰 應該是卡八這一隻喔 哼 喔 可多 所以這是一個四五 然後這是一個四五 然後卡八過來之後 我的卡八變成五五 哼 所以我現在都還沒有用自己的英雄能力過 哼 清了光嗎 清不光 來 給我妖術好不好 給我妖術 沒有妖術 劍我虛發 痾 這樣是 這樣理論上是六 痾 這裡我要不要賭一把 那應該要賭一把 我要賭說是他解不掉這一隻 他沒有一點傷害 打我臉 打我臉 喔 不錯喔 恩 是不是有點太擔心 還是以解掉這隻為前提 我想想 聽從命令 啊 現在這幾輪都有點弱啊 變成我 應該是需要這隻來 來解掉這隻 好險他沒有 好險他沒有 可惜現在變成是 這個瘋怒我必須要馬上處理 這邊是十 完工喔 加入 恩 這樣變成我需要另一張AOE啊 不好險有震 approved 捨不如 好爽mente 沒有痛喔 應該說我沒有 ride 伊 Husq 咳咳 感覺無法獲勝啊 11 剛剛好無法 我可以沈沒掉這一隻欸 可是還是不會贏 剛剛好11 兩個土元素 有點威猛 咳咳 難得不錯 其實我後期牌還蠻多的 所以這副的目標會變成是要撐過前期 哇 牧師變成目標是怎樣 嗯 嗯 牧師基本上 大部分的時候撐過前期就會 柳暗花明又一村 咳咳 我會以榮耀作戰 聖光會帶來勝利 後手 消小生物 痛也不錯 痛理論上可以解掉他 一個生物 咳咳 如果他第二回合用錢必出一個 喔 兩點生物 他如果第二回合用錢必出一個 很難解的手下的話 哇 那是什麼 咳咳 所以是懺悔 咳咳 他等於用一張牌跟我換阿曼妮阿 然後還有他一個回合 所以還可以阿 他現在如果出一個 用錢必出生金的話 嗚 就是在等你這張 這什麼 嗚 就是在等你這張阿 雷毛 嗯 我不會讓你抽牌的 玩得不錯 嗯 等一下應該在蒼藍龍 嗯 前來爆到 咳咳 感覺要讓他抽牌阿 狼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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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等一下應該給他上盾子 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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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在 聖騎裡面還蠻好的 可以讓他有超多血 呵呵 再讓他抽一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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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出這兩個 可是4公的生物 其實也沒有那麼重要 搞不好我應該先想切除 看他手上有什麼牌 嗯 哇他是傳說漢兒欸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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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喜歡我的發明 OK 這張我會解欸 所以現在 想要用 手下來淹沒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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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張還好 現在有10點傷害 加他手上有 13 他感覺有王者祝福 奉獻 沒有王者祝福 哼 卡巴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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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蛙 哼 哼 哼 這匙 嗯 變成一隻伊瑟拉 波爾代法傷 然後 給其中一個 抽牌 暗影狂亂 來堆電玩 嗯 那這樣 我就想辦法不要被 TCT30再搞一次 反正他等下如果出一個敵費的怪 我用暗框加上狼奇 可能會有 致命傷害 王者 再來抽一張 然後 可以出狼奇 其實還蠻怕 TCT30的 不過 現在如果不動作的話 不大好 嗯 所以就用一些小生物來擠滿這個場子 他需要疑似同仁之類的東西 十二喔 十二應該不夠 嗯 OK 剩一半 嗯 嗯 要叫什麼牧師齁 嗯 應該算後期吧 牧師 其實進一場牧師 其實進一場牧師應該都算是後期的牧師 前期牧師 的話 變成你不大能用英雄能力 其實我剛剛那場也沒用幾次英雄能力 這張很好 這張不錯 我第三輪不想要抽牌 其實有點想要一個三費的生物 三費 三費其實不少 我有三個蒼籃龍 好像應該叫 三蒼籃牧師之類的 就叫三蒼籃牧師好了 三蒼籃牧師 三蒼籃牧師 嗯 所以現在看他有沒有憤怒 嗯 所以他真的在打我臉 嗯 OK 跟他換也沒有關係 嗯 他現在噴貓頭鷹 嗯 所以我的 這隻應該比較安全 嗯哼 可以看到在這個交換之中 我的 手下突然變得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嗯哼 看他有沒有 嗚 還有成分 嗯 沒關係 嗯 超能龍吧 超能龍沒有很強 嗯 不會擠 他應該不會清 嗚 現在清了 他蠻詭異的 嗯 嗯 出這隻的問題是 他如果有個大罐 我會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應該不可能不清 他已經噴一張灰擊出來了 這還蠻詭異的 這真的很詭異 你 不是吧 孩子 你不應該這樣出的 孩子你不應該這樣出牌的呀 誰教你這樣出的啊 嗯 我現在還沒有去七輪 我會想要治療嗎 有點想 因為我會怕他有 兇滿咆哮的combo 兇滿咆哮的combo是14點傷害 不過是T9 有點虧 沒錯 誰知道他會有連續噴兩個沉默出來 嗯 不過現在我們可以慢慢 拿回場唷 然後現在問題是他如果現在噴一個大樹來我們要怎麼辦 嗯 嗯 這一副其實感覺沒有辦法對付一些 痾後期的大怪 會有困難 指這一隻 那是代表什麼意思 揮擊嗎 有可能是揮擊 嗯 揮擊然後撞撞 欸揮擊撞 可是揮擊應該不太划算啦 剛在外面沒聽到 數學怎麼讀 寫一堆題目 然後每題都要會寫 嗯 嗯 好吧 可以 所以是不是一個 練風暴的 神聖金星 吃微跡分跟計算機蓋盾 那什麼意思 他還有揮擊 他有可能還有揮擊 他有揮擊的話 他應該不會 欸有可能會這樣吃啊 星雲樹 星雲樹還好 嗯 星雲樹代表他減牌手段 可能有點不足 嗯 需要的話我可以沈默自己的 凹琴來 當我學弟有福利嗎 有啊其實台大還蠻多福利的 森林之魂 喔喔沈默 森林之魂一隻真的是虧翻啊 哇這個這個 這個神聖星星怎麼回事 嗯 先抽牌吧 搞不好更好的選擇 算我懷疑 黑暗教徒 感受我的痛苦 又是一個烈人風暴型的神聖星星 嗯 OK 治療之觸 治療之觸其實 沒有什麼用 沒有感覺到嘛 就是 現在這個遊戲已經不是 長短的問題 應該說 要怎麼講 雷毛 嗯 不應該出來這 算應該沒什麼差 喔我有上嘲諷了 嗯 我現在還是會怕 咆哮的combo 所以等一下有空的話 哇 我其實可以 哇他要打那隻喔 我給你看一下烈人風暴的風采 嗯 嗯? 千四兩竊取吧 嗚 加攻擊力了 這代表我不一定要烈人風暴 好 啊 管他呢 這種烈人風暴我怎麼能錯過咧 偷到啟動是這樣 嗯 喔 第二隻 應該是GG啦 烈焰風 欸 等一下 這邊是5加6 是11再加1 剛好12 我一定要用這個啟動 可是用法要有點 啟動 啟動有用 嗯 烈焰風暴 喔POP啊 感覺剛剛那種場景 有可能在這 在這個 系列中出現蠻多次的 就是莫名其妙 突然神神星星變成烈焰風暴 魔考 力學MC 現在到底是 到底是要考 考什麼 考什麼的魔考 嗯 我又是德魯伊 同仁 這留著好了 還對還會補兩滴AOE 嗯 簡直比烈焰風暴更好用啊 不過我那時候場面已經有優勢了 基本上是第四輪出上蠻龍 現在的狀況 哇 還來這一套 哇 所以他現在如果出 不是四宮的 就是一些三宮的 他的東西 學測 學測是 在兩個月的意思嗎 哇 現在是雪人 神聖精神沒有用 還是會被解掉 我可以牽制他 我蠻喜歡牽制他這個想法 就是我要他用英雄能力來 打這一隻 然後迫使他 這回合只能出一個三廢生物 喔 某種程度上還是會達成我的任務 然後接下來我就用雷貓 欸 我其實可以出神聖星星了 嗯 雖然這樣出 有點 超之過幾 2月了 那還有 3個月 很想把這隻痛掉 剛好抽到一個三廢生物 要加緊練習啊 不是啦 我說數學 他現在出一棵樹我也會有問題 沈默喔 這沈默還好 他有可能不跟我換 嗯 基本上應該這樣沒有錯喔 其實 其實 就念念書 然後 寫寫題目 然後題目都會寫之後 就開始做 模擬測驗啦 然後模擬測驗做得不錯 就 就 就戰戰 呵呵呵 我爆炸啦 聖光之子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所以這是個 石石 不要沈默喔 拜託 哇 喔 幸運 這是 射光之子的其中一個問題 我是要爆啦 他要解這個解這個 打我臉 10滴 10滴 看這隻還活著喔 嗯 沈默 痾 我要治療嗎 感覺不大能治療 好 算我現在就死於4點傷害 很扯啊 嗯 需要一個嘲諷 立馬 馬上就需要一個嘲諷 啊 沒有幫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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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辦法抽牌嗎 沒有辦法抽牌 有辦法讓這隻活下來嗎 沒有辦法讓這隻活下來 沒有幫助 為什麼要放棄治療 為什麼要放棄治療呢 其實 痾 痾 兩勝 嗯 學測我沒有滿級的其實是 自然跟數學 我那屆學測特別難 嗯 我國英 嗯 摄爾都有滿級 然後我是沒有考治考的人 呵呵呵 嗯 這樣講起來是很欠揍啊 可是我覺得 早點跟你們 有這個共識會比較好 呵呵 嗯 我那學測 都在準備 社會跟 國文吧 哼 哼 因為那時候 原以為 痾 你叫什麼 原以為我的 弱點應該是 社會跟國文 就是無法滿級 可是後來 結果是 痾 結果是 數學跟自然沒有滿級 SM社有什麼看法 台大奇怪的社團 根本就 數不清啊 我覺得啦 哼 欸這種社 這個 應該也不會 那麼 那麼 那麼糟糕吧 我猜 這鋪場 憨兒 哼 我要自己破聖盾 小怪 超多的欸 可惜我現在沒有一個四歲的光 有 喔 有 這樣還蠻不錯 這好像有什麼差別 彈回去會有差別 哼 像我們學校有 有彩虹色啊 可是也沒有人說什麼 他自己讓我 他自己 甘願讓我上buff到他上面 而且 某種程度上 交出手機啊 我不怕我數學 哇 現在要怎麼辦咧 這樣 痾 我要不要趁著空檔 我趁著空檔抽一點牌 哼哼 別啊 不要問不好的數學啊 而且用手機要怎麼教數學啊 沒有什麼道理啊 蒼藍龍 先抽牌 法商 對 其實搞不好應該扣軟你啊 因為他現在 其中一個他能夠 回到這場遊戲之中的方法 就是用末日錘 實測實測 正二體 痾 我先出苦痛還是先出 TC30 痾他如果有 他如果有野性之魂的話 我應該要扣一下TC30 問題他不一定有 我錯過了 台大什麼系 台大化工 錘錘 讓我抽一張 夜刃刺客 恩 恩 恩 夜刃刺客包 普連場 像我又有烈刃風暴 以後可以去GG賺錢 GG什麼啊 實況解數學 欸 OK 感覺到 我烈刃風暴一去不復反 打3而已 恩 打3是也不錯 拉拉拉拉拉拉 去吧 恩 抬擊點 喔 是沒錯 可是應該要 那應該要看成績啦 或是靠關係之類的 我 我 連續拖到他兩個TC30 恩 恩 其實我現在是比較想要從事電競產業相關的工作 恩 因 雖然他取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呵呵呵 噢 呦 屍屍 屍屍屍 系 哪 啊啊啊啊egg 比誰勝利 嗚嗚 真是欸 你們都要講一些害我分心的話題 會打如實就可以了 呃 嗜血 這樣解掉 喔 啊?! 這樣也解不了這隻喔 爐彈發血 第一次看Live是 喔 哇 果蛋放棄欸 T恰恰 T恰恰 來兩張我還是忘了 唉 沒辦法我看到實時就整個就太興奮了 上台大家其實有很多好處 其中一個就是 可以去家教 然後家教其實死心還蠻高的 就比一般打工而言 然後是女生的話家教又會再多 多個五十一百 其實可以留愛影狂亂 對面 對面基本上一定是鋪場快攻 恩 這裡應該不考慮用錢幣 公館還不錯 那時候 我家教一小時大概四百五 現在 現在其實也是看人啦 有些人比較謙虛就 比較便宜 直接痛掉齁 嗯 嗯 現在 大概五百吧 五百上下 嗯 嗚 我下 很急在想鋪場 這樣我出這隻喔 他有一定機會打我臉 然後就可以用偷的 嗯 五百是果仲 然後高洞可以收更多 哇 所以他這隻要送我 OK 欸 就收下啦 嗯 這應該要扣著 扣著拿來解圖毒之類的 痾 隨便丟個怪下去 嗯 這樣子我等一下可以用神聖星星 這什麼 這什麼 狂亂 所以 應該是暗影狂亂 那沒錯吧 理論上他要自己打進來 然後 把這隻解掉 現在大概 稍微懂競技場怎麼玩 大概只有四勝 嗯 就是競技場有一部分其實是選牌啊 哇這張奧華怎麼辦 等下受傷之後他武器會變成3 2 所以他應該會用 這隻撞進我的 好奇 那 或者是用這隻撞進這一隻 撞進這一隻的話 他是個3 2的武器 他武器打這隻隻還剩兩滴 除非他有被刺 不然他不能清場 嗯 他不是荼毒啊 荼毒就還蠻糟的 我荼毒我就要 丟軟泥 荼毒 我丟軟泥 嗯 還蠻糟的 感覺不大行啊 這是法傷奉獻 先丟軟 我其實應該先丟場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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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武器太恐怖了 基本上他可以這樣撞撞 然後我就可以神聖星星 他的大怪可能最大就是這種 他有可能有更大的 難講 嗯 嗯 嗯 不要清火商暗龍 廢池 還是清了 所以這是一個 這隻還是解不掉 可是暗龍感覺不神聖星星會爆炸 這邊是9點 出完阿曼尼會比較好 阿曼尼會 暴風城 打我臉10滴喔 所以我等一下應該是出這跟這個然後湊一張牌 神聖星星2號 OK 哇大 恩...不可能先清這一隻嘛 所以應該要這樣撞進來 走勾 What 打我臉 真的假的 恩... 這是一個3-3 因為有狗狗的關係 恩...我想要思想切取一下 因為我想要抽牌 密法魔像其實不錯 而且密法魔像可以抽牌 恩...好 可以抽兩張至少 然後抽完可以 所以... 雷貓...雷貓也不錯 我現在先... 怎樣 他現在手上一張牌都沒有 所以... 剔骨只有兩點...兩點傷害 而且手上...場上沒有怪 所以... 他沒有...人血也沒有用 而且沒有辦法連擊 咦... 應該是...這場應該是10拿9穩了 只是我現在好想上廁所 痾... 痾... 想想看有什麼辦法他會贏 雷落1...雷落1也不會贏 雷落1現在差1 炸技勇者也不會贏 OK... 那就上嘲諷 痾... 兩張廁所啊...你快一點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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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什麼樣子 好 OK 死神 欸 什麼都死神 莫名其妙 很多時候都是差一點點的情況 差點輸或差點贏 讓你比較開心的話就是 就是 三勝基本上就是會回本 因為就跟你用一百塊買卡包 差不多 可是你有玩進一場樂趣 所以這就差很多啦 話說 我有寫 我其實有寫一篇巴哈的攻略 有寫一篇巴哈的攻略在這個twitch底下 如果有信就好可以去看 不過那只有寫 呃 法師 薩滿跟 跟什麼 跟術士而已 莫名其妙的人 而且有時候競技場也要看 像競技場大家都在幹什麼 像現在競技場就是大家常幹的就是這種憨事 就是 選一些一費的牌 其實我在考慮要不要晨破那一隻 或者是用錢幣出一個 三費的東西 出麥田齁 麥田理論上會比較難 讓他比較難過 我記得我四費的手下不多 所以在 我如果手上沒有這個 奧奇奈的話 我應該就要留 我就要留錢幣出 在四費的時候出五費的手下 所以現在沈沒這個很好 然後 我可以讓這個血量加倍 然後 治療他 所以這變成一隻火球會解不掉的東西 所以他可能會噴一隻便羊在他身上 說不定 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因為 在對面快有贏的話 如果對面是 譬如說有法術 可以來rush的話 那對面就會在那時候開始放棄維持 維持長優 放棄維持長優 會出現的狀況就是 你那一輪突然可以對他造成超多傷害 然後可能你下一輪就會贏 可是對面可能就是更快可以 他現在如果用這兩個換的話 我可以用卡巴 然後另一個可能就是 大部分就是這個可能啦 然後如果勝場起不來 有時候其實是選牌的問題 然後或者是玩法的問題 就像競技場對面是法師 現在這個狀況 7點的時候我就要馬上防他 有可能會令人風暴 像他這樣用火球墊也有可能有兩個意義 就是一方面他可能有烈焰風暴 所以我現在就最好補他 而且我會用這樣子的交換來確保說 他就算現在烈焰風暴 我也常常會有一隻怪 活著 這點很重要 因為一隻一隻邪怪就代表他可以持續作戰 然後對面也要想辦法來解決他 所以他現在就在想要爆烈焰 然後他可能會再用火球打這一隻 這樣的話就是 就算我治療他 他也 也會被烈焰搞死 所以我就 出著有聖盾的 基本上這樣子的話就已經會讓他很想要烈焰 可是就算他這樣子烈焰的話 他如果用火球點然後烈焰的話 他第九輪就完全沒有辦法做任何事 所以等於說我下一輪還是會有場優 所以我做到這裡就可以了 我就不用再出聖 因為再出聖物的話他烈焰就會賺更多東西 然後基本上他這一輪一定要用火焰衝擊來打掉這個聖盾 嗯 嗯 喔 他沒有 嗯 這樣我可以用這個 我會比較想要解這一隻啊 嗯 嗯 怎樣我是做錯事了 有一點 這樣有點麻煩 現在我還是 想要 逃避烈焰 所以他現在烈焰的話 我還是會有一個手下活著 不知道他可以撞進來 嗯 這是沒有烈焰的意思 至少目前沒有 他可能會有秘法飛彈之類的 或是鏡像 這個有可能是複製 嗯 我猜是複製喔 不是複製 嗯 不是複製的話 那就應該是鏡像體 對 對 然後現在我必須要出一個 稍微大一點的生物 對 然後現在他的烈焰 就還蠻賺的 找 好 壓 好 咳 嗯 所以我說 現在大概算是平局吧 大概算平局 然後我期待 應該要做的事是一方面用交派抽牌 哇 這大怪 現在我的問題是這副沒有辦法解這種大怪 除非用多個手下裝進去 他這個舉動還蠻詭異的 他這個舉動還蠻詭異的 他還扣著一張牌 這張牌 不是變陽 就是炎爆 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火球 痾 最慘的狀況是炎爆 就是我不親他手下 我這一輪就會爆炸 咳 嗯 覺得這樣子應該算是比較好的做法 感覺不是烈焰啊 是烈焰他應該早就要出了 而且這隻就算被烈焰 然後火球墊也不會怕 三蒼狼要配神聖嗎 配得到當然最好囉 所以我這裡是希望讓他 他讓我抽一點牌 順便我可以爭取一點時間 這隻 這隻 海巨人基本上還是要解掉 他可能會噴火球 或是噴變陽出來 結果我就嘲諷 變陽的話可能不會噴 咳咳 可是他這一箱應該是絕對不能讓我抽 抽兩張牌 抽一張他可能都覺得不太舒服 咳 嗯 烈焰 所以他扣的那張還是烈焰 應該說的確是烈焰 然後這張要嘛是一個法術 要嘛就是 哇這還不錯 這張理論上可以解掉這張 可是理論也有可能會失敗 所以我再下一個聖光之子一方萬一 配得到神聖 燦燦龍配得到神聖之星當然最好 現在已經拖到後期 基本上是我的節奏 嗯 哇 灰血 這就是少數的例外 嗯 所以現在如果抽到神聖之星就很讚 可是我好像已經用一張 他現在在想要不要出這張 哇 神聖之星 沒有 嗯嗯 可是這張還是一定要解吧 所以現在就 他就啟動了神抽模式 雙方處於神抽狀態 還現在一張烈焰我就會爆炸 然後我現在抽到一個大怪 他可能會爆炸 我現在狀況非常不要 嗯 這樣也不錯 神聖之星有點晚 痾 問題是我要不要扣神聖之星 我目前是想扣一下 蛇 藏藍龍 我需要你 糟糕啊 死拳聚魔 這邊是8點傷害 晚一回合 對啊 還沒結束喔 好想我抽到大怪 然後基本上牧師的大怪需要馬上解掉 馬上 因為不然我下回就可以治療治療治療 然後就會爆炸 而且我現在可能會優先解怡態祕法 哇 這樣子對牠來說很好 牠全部打到臉耶 就是賭我沒有生生之心的意思 蒼藍打3回2 我咋有死 GG 你有烈焰風暴 我有神聖星星加法雙 好險 我解掉那隻 恩 痾 現在問題是如果那樣是企劃的話 喔 這張也很好 思想切局 所以我們會知道不是法反 喔 是 我覺得我完全神抽耶 恩 不是法反 恩 這到底什麼東西啊 恩 完全神抽耶 抽一個combo 抽一個combo出來 呵呵 抽一個combo出來 五勝 呵呵 不過我有三張三藍龍啊 所以 其實剛剛 那一手抽到張藍龍的機率還蠻高的 基本上這一副就是 需要那個combo 沒有那個combo就 玩不下去啦 其實我可能要留雷毛 不過基本上我 我費還蠻多 所以應該 無論如何應該都會抽到雷毛 嗯 我現在起手其實很順 所以可以考慮 用錢幣出地頭 搞頭人 可是如果我所說的就是 我沒有四費啊 冰箱扭曲 打剛剛好像只剩冰箱跟扭曲 所以這有可能是 複製 或是法反 現在比較 保險的事情是 偷牌 可以 1 2 3 4 5 6 7 8 所以這表示不是法反 咳 可能把這隻痛掉 然後把這隻痛掉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複製 所以是複製 痾 痾 先這樣吧 他牌超圖 他現在手上有兩張塔是丁狗 痾 呃摁 痾 先這樣吧 中 痾 痾 痾 有點想換阿 我換 可是我其實更想偷到烈刃風暴之類 等下有機會可能要出這個秘密欸 不過他可能會知道哪一張秘密 所以說 他這樣子的話 等下的秘密很有可能是 法紐 所以說 我其實可以把這隻控過來 可是我其實比較想要神聖精神 我心中真是曲折力氣 像他這裡烈焰的話 這隻手跳要撞進來 然後他會跳出一個法紐 基本上應該是法紐 然後法紐對我來說 其實沒有任何作用 除了沈默以外 對還有沈默 這是法紐 這是法紐 你是法紐我記得了 這是法紐 除非他有更多秘密 也不是不可能 是法紐 我也出個法紐 法紐vs法紐 是法紐 怎麼大家都有三巨人啊 我覺得這個 是不是有點作弊啊 是不是有點作弊啊 為什麼大家都有三巨人 不是他想跟你換啊 他應該只有一個秘密 所以他應該也知道是什麼 我可以把這隻控過來 暗影狂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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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插 這樣就要噴這個啦 我忘記 我忘記有法紐了 而且我忘記 那個會被法紐搞 用少駛力 我的錯 哇 還有喔 我覺得不大有可能還有喔 應該是沒有了 讓我來改變你的主角 嘖 要衝掉嗎 我其實還蠻怕 蠻怕烈焰的 我覺得他應該沒有秘密 砍兵劍 我也有伐扭阿 喔 所以他是已經知道那隻伐扭 我現在手牌有劣勢 恩 恩 恩 覺得他沒有秘密阿 哇 解的乾乾淨淨 沒有秘密阿 讓痛苦跟我對話 不妙阿 我狼奇要撞這一隻 或是沈沒掉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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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克 恩 恩 恩 水無速 精靈弓箭爽 我沒有武器所以先不用沉沒水元素 這是怎樣 其實覺得有點難以理解 他這樣子如果解掉這隻的話這樣子都會受傷 這樣我離場清又更近一步 我可以沉沒他可是我覺得好像輸了 他早上握有一顆火球 9、12、加火球贏了 他贏了 哇 GG啊 來不及啦 五勝 其實抽牌還蠻多的 只是有一些手下沒有很優質 假如後面的手下太少 熱點手下太少 又是鐵枝 恩 11點 五勝